大家好 我们今天上桃花园记 请翻开课本 我们先看作者 桃花园记的作者是桃渊明 桃渊明的活动年代是 东晋到南朝宋 我们先看他诗文风格 再来看他诗的主要题材 桃渊明的诗文风格主要是 自然质朴 平淡有致 和当时盛行的华丽文风不太一样 所以他的作品 比较没有受到当代的文人关注 要到唐宋之后 才比较受到推崇 桃渊明的诗 他的题材大部分写的是田园生活 所以有两个称号出现 第一个影异诗人之中 第二个田园诗人之主 再来我们来看 桃花园记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 刚刚提到了桃渊明的活动年代 在东晋末年 当时社会混浊 政治黑暗 很多的战乱是一个乱世 桃渊明看到了时代环境的改变 但是他没有力量去改善它 于是他只好透过写作描绘出一幅美好的人间乐图 把自己心中的理想世界寄托在当中 桃花园记这一篇文章 他的题目里面虽然有记这一个字 但是他是一篇旭芭蕾的文章 什么叫做旭芭蕾呢 简单的说就是写一篇文章 来说明一本书或者是一首诗的写作动机 写作经过或者是内容 旭芭蕾主要可以分成书序和诗序 而桃花园记他是桃花园诗前面的序 所以他是序芭蕾里的诗序 桃花园记这篇文章作为诗序 有两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第一个桃花园记和一般的诗序比起来 字数比较多篇幅比较长 第二个特色桃花园记的名气 远比桃花园诗来得高 更为人所知 接着我们可以进入到课文的部分 第一段 第一段开始的这五句话 其实告诉了我们时间地点人物和世界 太园是一个年号 是东晋孝武帝的年号 所以进太园中的意思就是 东晋太园年间 武林是一个地方 武林这个地方的人 捕鱼是他的职业 所以捕鱼为业就告诉了我们 人物是一位渔夫 圆西形的圆 同学可以用红笔把它画起来 这一个字的意思比较特别 它当作沿着 沿着西滑船向前行 望路之远近 这个望意思也很特别 同学们要特别留意 可以用红笔把它圈起来 在文章当中作者用望 其实它的含义是 愚人得以进入桃花园 是因为他望迹 他并不是刻意规划要到某个地方去 是偶然间发现的 望路之远近 这个远近指的是距离的远近 静态远中告诉了我们时间 捕鱼是地方 捕鱼为业告诉我们 人物是一位渔夫 圆西形望路之远近 则是事件的开端 好下面继续哦 呼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 若阴兵分 呼逢桃花林的呼 和前面这一句望路之远近的望 有异曲同工之妙 呼是忽然间的意思 也就是无心规划偶然发现 愚人在忽然之间遇到了一片桃花林 夹岸是夹者河岸 也就是两岸的意思 两岸数百步的距离当中 没有其他的树种 算句话说 两岸数百步的距离当中 全部都是桃花树 芳草鲜美 若阴兵分 这两句是对偶句 芳草对若阴 鲜美对兵分 地面上芳香的草 新鲜美丽 落在地面上的花瓣 种类繁多的样子 好刚刚我们说到了 圆西形的圆 它的意思很特别 当言者 同学们另外有一句很耳熟能详的成语 叫做圆木求鱼 这个圆当攀爬 请同学们可以把它补充在课本空白的地方 希望同学们能够清楚的分辨这两个字的意思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望路之远近的望 还有呼逢桃花林的呼 其实有它深刻的含义存在 望这个字告诉我们进入桃花园的契机是望机 而呼是忽然之间 它暗示我们桃花园这一个地方是可遇 不可求的 因此愚人进入桃花园是无心的 是一个意外 好接着下去哦 愚人圣意之 不前行 欲穷其林 愚人圣意之 这个意同学可以用红笔把它圈起来 它当惊奇的意思 愚人非常的惊讶这里的环境 所以这个字指的就是前面的五句话 忽逢桃花林 夹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 芳草鲜莓 若阴缤纷 愚人圣意之 这一句话有两个含义 请同学们用笔把它写在愚人圣意之的旁边 第一个含义 愚人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所以他觉得非常的惊讶 没有看过这个地方的环境 第二个意思 愚人产生了好习心 想要继续一探究竟 开启了下面的情节发展 愚人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惊奇哦 负前行 负是在继续的往前滑行 因为他是愚人嘛 还坐在船上 所以是滑着船向前行 欲穷其林 这个穷是动词穷尽 他想要穷尽这一片树林 也就是他想要走遍这一片树林 看看树林的尽头到底有什么东西 临近水源变得一山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树林的尽头就是这一条溪水的源头 愚人还看到了一座山 山有一个小洞 依稀隐约 同学可以把房扶圈起来 他是依稀隐约的意思 依稀隐约有光线 我们刚刚说到了 渔夫对这一个地方的环境 觉得很好奇嘛 那他看到了一座山 山洞里面 依稀有光透出来 他就觉得很想知道里面是什么 所以他继续往前行了 便舍船 从口入 他就离开了他的船 从山的小洞走进去了 便舍船 从口入 他有另外的含义就是 当你要进入桃花园的时候 你必须先放下一些外物的羁绊 你才能顺利进入这一个理想的国度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 想要提醒同学们注意 也就是刚刚说的仿佛 不是所有出现在文具当中的仿佛 都会形成辟语句哦 我来举例说明 我先举一个辟语的例子 你说某位同学今天穿得很漂亮 仿佛 仙女下凡 他穿得很漂亮 好像仙女 这是辟语句 但是如果我们说 在一个安静的夜晚 我仿佛听见有人在说话 这个仿佛就是依稀隐约的意思 它就不是辟语句 希望同学可以把这两者的区别 区分清楚 第一段的段子 主要就是在讲 愚人忘记了道路的远近 偶然之间发现了桃花源的经过 再来我们复习一下第一段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 文章开头 短短几句话就交代了故事的时间 地点 人物 和世界 他用真实的年代 时间 还有真实存在的地点 营造出虚实交错的效果 提升了作品内容的可信度 让我们读起来会更相信 这一个故事是真的 第二点 作者写景非常的漂亮 蕴含诗意 他用忘跟乎这两个字作为伏笔 把愚人偶然之间进入桃花源的原因 归之于无心 借疑点出要忘记的人才可以顺利的进入桃花源 第二段 初级霞 财通人 复行数十步 获然开朗 这四句话主要是讲山洞的空间变化 但是这四句话都没有把主词写出来 所以同学们记得要在课本上补充主词 初级霞的主词是山洞 也就是第一段的山有小口的小口 山洞初级霞 财通人 鱼人 复行 数十步 山洞 获然开朗 山洞刚开始的时候很狭窄 只能够容纳一个人通过 鱼人再往前走了数十步 发现整个空间变得开明变得开阔 这四句话描写的是山洞的样貌 所以这四句话的前面写的是外界的景观 这四句话的后面描写的就是桃花源里面的样子 鱼人走出了山洞 他第一眼望见的是桃花源里面土地平矿 乌色俨然 有凉田 美池 桑 竹 知数 清末交通 鸡犬相吻 他看到桃花源的土地非常的平坦 开阔 乌色 就是房子 房子很整齐的样子 这个俨然 可以用红笔把它圈起来 它当做整齐的样子 有肥沃的田地 优美的池塘 桑树竹子之类的植物 桑竹之鼠 这个鼠是种类的意思 这一类这一类的植物 千末交通 鸡犬相吻 千末 泛指田间的道路 南北向的叫做千 东西向的叫做末 那这个交通 在这里的意思是 互相通达 田间的道路 互相通达 这里的交通 跟我们现在习惯用的交通 意思不一样 例如我们会说 廉价期间 得到的交通状况 我们现在说的交通 指的是运输的工具 移动的状况 所以在课本上的千末交通 意思跟我们现在 惯用的交通 是不一样的 鸡犬相吻的意思是 可以听得到 鸡跟狗叫的声音 这句话的意思是 邻居之间 居住的距离 并没有很遥远 可见 他们邻居之间的感情 还不错 从土地平况 一直到鸡犬相吻 我们可以看得到 桃花园里面的环境 刚刚提到了 初级侠 彩通人 步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渔人 从他离开了船 到走进去山的小洞 进入了桃花园 从一条溪 到一片树林 从一座山 到一个村子 他的历程 好像走到了尽头 但是又 别有洞天的感觉 就很像 南宋路由的两句诗 三重水部 移五路 柳暗花明 有一村 所以同学们 可以把这两句诗 补充在课本上面 另外 刚刚我们说到了 课本上的 俨然 当作整齐的样子 其实这一个词 有三个 我们目前 还都在用的意思 第一个就是课本的 肤色俨然 第二个意思是 严肃庄重的样子 例如 论语的 望之俨然 及之 也温 这两句话 其实是孔子的学生 形容孔子的 他说孔子啊 你乍看之下 好像觉得 他很严肃 很庄重 但是你靠近他之后 及之也温的 急是动词 接近 靠近 亲近 亲近他之后 会发现 其实孔子是一位 很温和的人 第三个意思 当作 好 似 好像 他俨然是一家之主 希望这三个意思 同学们可以把它 区分清楚 好 第二段接着下去 其中往来众作 男女衣着 稀如外人 皇法垂条 并怡然致乐 这个其中的 旗指的就是 桃花园 桃花园当中 来来往往 种植耕作的人 不管男生女生的衣服 衣着就是衣服 稀如外人的稀 同学们可以用红笔 把它圈起来 它当作 全部的意思 全部都像 外界的人 也就是 他们穿的衣服 跟外面的人 没有什么不一样 皇法垂条 它是借贷 借贷为 两种人 用他们身上的 特色 来借贷为 这一种人 皇法 借贷的是 老人 因为 老人的头发 颜色会慢慢变黄 所以皇法 借贷为老人 那垂条呢 是小孩子 垂在额头前面的 头发 它是小孩子的 发型 所以垂条 可以借贷为 小孩 儿童 皇法 借贷为老人 垂条 借贷为 儿童 老人 和小孩 都很快乐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他们生活的样貌 从其中往来 重做 一直到 并宜然 自乐 呈现的是 桃花园里面的 生活样貌 这四句话同样省略了主词 甚至有些地方连授词也省略了 同学们要记得把它补上去 我把主词跟授词完整的念一遍 让同学们 让同学们写在旁边 村中人 建于人 乃大金 村中人 指的就是桃花园里面的人 村中人 建于人 乃大金 村中人 问 于人 所从来 于人 拒答之 桃花园里的人看到 于人 就非常的惊讶 他们就问 于人 从哪里来的 自哪里来的 由哪里来的 于人 详细的回答他们 这个句 当作详细 同学们可以注意一下 便妖还家 涉酒 杀鸡 坐石 这四句话 同样省略了 主词跟授词 同学们一样 可以把它补充上去 村中人 便妖 于人 还家 村中人 涉酒 杀鸡 坐石 桃花园里的人 便邀请 这个要不要的要 在这里念成 妖 它当作邀请的意思 他们便邀请 愚人 回到家里去 桃花园里的人 就准备酒 还杀鸡 准备食物 来款待 愚人 最后这四句话 便邀 还家 涉酒 杀鸡 坐石 可以看得出来 桃花园里的人的 热情 好客 刚刚提到了 皇法 垂条 并宜然 自乐 其实这两句话 很接近论语当中 孔子曾经讲过的 老者 安之 少者 怀之 的境界 意思就是 不管是年纪大的长辈 或者是年纪小的儿童 都能够得到 应有的照顾 村中 文有此人 闲来问训 村庄里 听到有这样的人 此人指的就是渔人 村庄里 其他的人 听到 有渔人 这样的人 进来了 闲来问训 这个闲是 全部都 都来探问 消息 智云 先是 必情实乱 帅 妻子 一人 来此 绝境 不复出烟 遂与 外人 间隔 智云的智 指的是 桃花园里的人 就是村中人 村中人 自己就说 先是 是祖先 我们的祖先 桃 必 秦 当时的 乱世 率领了 太太 跟小孩 还有村庄的人 来到这一个 与世隔绝的地方 同学们要注意的是 七子 第一个 他的读音读成 七子 第二个 他的意思包括 太太 跟孩子 跟我们现在说的 妻子 不一样 如果是 妻子的话 单指 太太 那这里的 妻子就是 包括了 太太 跟小孩 另外一个 要注意的地方 是 绝境 这里的绝境 指的是 桃花园 也就是一个 与世隔绝的地方 跟我们现在说的 某某人 身处 绝境 某某人 陷入 绝境 的意思 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说的 绝境 意思是 绝望 困难的 出境 好 回到课本上面 桃花园里的人 自己说 我们的祖先 桃碧 秦 当时的乱世 率领了 太太 孩子 乡里的人 来到了这个 与世隔绝的地方 不再出去 这个燕 当作 巨末 注词 没有意思 岁与 外人 间隔 这个岁是 于世 于世就和 外界的人 间断 隔绝了 在这里 桃花园里面的人 自己叙述了 他们为什么会来到 桃花园的原因 也就是要 逃避 当时的 乱世 向往一个 太平的 世界 同样这里 把主词 跟授词 也省略了 同学们 也可以把它 补充上去 这样子 对于你理解 文艺 会很有帮助 村中人 问 于人 今世 何事 村中人 乃不知 有 汉 无论 未尽 村中人 就问于人 现在是 什么朝代 而村中人 竟然 不知道 有汉代 这个乃当 竟然的意思 同学可以用红笔圈起来 在旁边补充 他的意思 竟然 他们竟然不知道 有汉代 更不用说 未尽了 因为他们从 秦代的时候 就进入到桃花园 不再离开 这个地方 因此外面的事情 他们一无所知 所以秦代 后来的 汉代 他们根本不知道 汉代的存在 更不用说 未尽了 此人 依依未 巨言所闻 皆探 万 此人就是 愚人 愚人就 一项一项的 为他们 详细的说明 自己的 所见所闻 这个句 也当作 详细 跟前面出现过的 巨答 之的句 意思是一样的 皆探 万 皆探 万的主词 是村中人 村里面的人 听了都 看戏 都惋惜 这里同学们 可以想看看 为什么桃花园里的人 听到了 愚人 转述 外界的 状况 他们会叹气 跟惋惜呢 我们把后面那两句话 讲完之后 再回来 揭晓答案 愚人 各父 延至其家 接出 九十 其他的人 各自 再把 愚人 邀请到 他们的家里面 延至 其家的 延至 动词 邀请 其家的 其 就是其他的人 再把 愚夫 各自邀请到 他们家里面去 一样 都准备了 九十 来款待 愚夫 所以最后 这两句话 也可以再次证明 桃花园里的人 的热情 好客 有人 请味 好 回到刚刚的 问题上面 皆探 万 为什么 桃花园里的人 听到了 愚夫转树外面的环境 他们会叹气 跟万喜呢 因为 他们认为 尽管经过了 那么久的时间 更迭过了 那么多的朝代 外界仍然 处于乱世当中 因此 他们觉得 很叹气 很难过 觉得很万喜 怎么过了 这几百年 外界一点 都没有改变 停树日 辞去 此中人 欲云 不足 为 外人 道也 愚夫在这里 停留了几天 告辞 准备离开 此中人 就是桃花园里的人 桃花园里的人 告诉他说 欲是动词 告诉 桃花园里的人 告诉他说 不足是不值得 为是向 不值得 向外面的人 说 意思就是 桃花园里面的事情 希望你不要 对外面的人 提起 那这几同学 可以思考看看 桃花园里面 的状况 真的不值得 向外面的人 提起吗 村中人 真正想要 表达的意思 是什么 其实这一句话 有一个特殊的修持法 叫做 婉曲 所谓的婉曲 就是你有一个意思 想要说 但是你没有 直接表明 你是委婉的表达 例如我们以这一句话 来做例子 不值得向外面的人讲 其实桃花园里的人 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 我们不希望 外面的人知道 有这么一个地方 而来打扰我们 但是他没有 直接这么说 他委婉的说 我们这里面的情况 我们这里面的情形 不值得你 向外面的人提起 像这样子的表达方法 就叫做婉曲修持 在这里 桃花园里的人 传达了他们的意思 他们希望继续过着 与世无争 与世隔绝的生活 不希望与外界 重新开启连结 讲到这里 其实我们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在前面的地方 桃花园里面的人 看到渔人 会非常的惊讶 因为他们与世隔绝已久 村庄里有哪些人 彼此都认识 所以一旦有陌生人 进来的时候 他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了 就会觉得非常的惊讶 因此大家就会聚集到 渔人所在的地方 想要向他探问 外界的状况怎么样 等到知道 外界一样还是乱事 他们觉得 其实心里很难过 过了那么久 外界的状况都没有改变 所以其实他们希望 继续与外界隔绝 不要受到干扰 他们希望能够继续过着 平顺的生活 太平的生活 第二段的段子 主要在写 桃花园的环境跟民情 呈现安乐 祥和的景象 而第二段的段子 其实我们是顺着 渔人进入桃花园的眼光 我们让渔人带领着我们 看到了桃花园里面的状况 在这一段里面描述了桃花园的居住环境 生活状况 还有存厚的人行为 而写著的方法是以主客问答 这是村中的人问渔人的回答 来暗示了当代社会的暴政乱世 导致民不聊生 无以安居 第三段 寄出得其传 便不向路 处处置之 这四句话的主词 都是渔人寄出的寄 在文言文里面 如果看到这一个字 他大部分都当已经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后 所以在这里的意思是 渔人从桃花园出来之后 或者是渔人已经从桃花园出来 找到了他的船 便顺着之前来的路 便符向路的符 同学可以特别注意 他当沿者的意思 向路的向是之前的意思 便沿着之前进来的路 处处做标志 这个志是动词做标志 这个志指的就是在某些地方 在某些地方做标志 那这里可以请问同学 他之所以在某些地方 做标志的用意是什么 因为他想要回到桃花园 处处置之 其实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意思 就是渔人想要再回到桃花园 第二个意思是 渔人已经产生了机心 因为他有刻意规划 他刻意做标志 想要重返 重新进入这一个地方 这三句话的意思 一样都是渔夫 即是动词到了 郡下就是郡中 也就是地方政府的所在地 他到了官属所在地 拜见太守 说他的奇遇 这个如此就是泛指在桃花园里面发生的情况 还有他发现桃花园的经过 第三段的开头一直到这里 一共有七句话 同学有没有发现他用的句子都很短 介于两个字到四个字之间 像这样子用短句连结 可以产生什么效果呢 至少有两个效果 同学们可以把它补充在课本上面 第一个情节紧凑 第二个表示鱼人召集的 要完成某件事 第一个情节紧凑 因为他的句子很短 表示动作跟动作连结非常紧密 寄出得七船便浮 向路出出之之际 郡下意太守 说如此 仿佛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那他之所以要把动作连结的这么紧密 其实代表着鱼人想要赶快达到他的目的 也就是拜见太守 说这一件事 让他可以有机会再回到桃花园里去 好那我们看到义太守说如此 可以发现 其实鱼人并没有把第二段最后 桃花园里面的人的叮咛放在心上 他一出来桃花园 马上就直奔地方政府所在地 把桃花园的消息泄露出去了 好下面情节继续发展 太守及遣人随其往 寻相所至 遂迷不复得路 太守听了鱼人的转述之后 就派遣人跟着鱼人前往 随其往的旗指的是鱼人 跟着鱼人前往寻找之前鱼人所做的标志 这个像也是之前的意思 寻找鱼人之前所做的标志 竟然迷路不再找的道路了 这个遂是竟然的意思 义太守说如此是原因 太守及遣人随其往事结果 这两个部分可以当作因果复具 太守派遣人跟着渔夫前往 可是竟然找不到路了 这里有两种人找不到路 第一个就是渔夫想要重新进入桃花园 但是他没有办法进去了 第二个是太守没有办法找的道路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种人也找不到路 南洋留子记高尚事也 闻之心然归往 未过寻病中 南洋是一个地方 刘子记是一个人民 历史上真的有这一个人 他是品格 节操 很高雅的一个人 听到了这一件事 这个支持的就是桃花园的消息 听到了这一件事 他很开心的规划前往 未过 就是没有实现 他同样也没有找到桃花园 同样也没有找到可以进去的道路 寻病中 这个寻是时间复辞不久 过了不久 他就生病过世了 后 睡无问经者 之后 就没有再去探问渡口所在的人了 问经的意思 他的原意是探问渡口所在 探问渡口在什么地方 这里指的是寻找通往桃花园道路的人 后面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有三种人找不到桃花园的路 第一个 做标志的渔夫 第二个 太守 第三个 品德高尚的 刘子继 从这里我们可以去想一想 桃渊明他 虚构了桃花园这个地方 他内心属意可以进入桃花园 可以在那里生活的 应该是具备哪些条件的人 第一 处处做标志 刻意要进入的人没有办法 第二 高官后觉也不是必要的条件 第三 品德也不见得要如何的高洁高超 他属意的人是内心有一颗单纯的心 没有基心 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入桃花园 也就是渔人第一次进入时候 他的心态 第三段的段词主要在说 桃花园不再找得到了 具有追寻理想世界的幻灭 这一段的重点 我们可以看到渔人想要再去寻访 太守跟刘子继想要找到桃花园 可是他们都找不到 这一段这三种人 他们都是有意要去寻找 跟第一段渔夫的 无心偶德刚好形成了一个对比 那这样子的对比可以让我们去思考 桃渊敏认为能够进入桃花园里的人 应该具备有哪些特质 好 接着我们来问同学一些问题 可以把这一刻的重点一并的整理起来 第一个问题 渔人离开桃花园之后 他有哪些举动 结果是什么 渔人他没有把桃花园人的叮咛放在心上 他沿路做了标志 还想要把太守等人都带进来 泄露了桃花园的消息 可是他跟太守都找不到了 他企图想要回到桃花园 他的企图其实就是鸡心 跟他当时第一次进入桃花园时候的旺鸡是不一样的 所以导致的结果是 无功而返 他没有办法再进入 第二个问题 渔人 太守 刘子记等人追寻桃花园的际遇有什么不一样 比较他们的方式历程跟结果 渔人第一次去的时候 他是望跟呼 他是没有心机而进入的 而下半部的 在造访的渔人跟太守 还有刘子记 他们都有心机 渔人处处自知 而太守是派遣人去寻找所做的标志 刘子记是规划前华 下面这三种都是刻意想要再进入 结果没有办法成功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能够进入桃花园的是渔人呢 在中国文学上渔夫这个角色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意义 渔人和渔笨的渔的那一个渔谐音 有没有心机的意涵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 渔辅这个形象在中国的哲学 文学历史的文本当中已经出现过 而且有它典范化的意义 例如处词当中的渔辅就是一个比较出世的形象 那屈原就是忧国忧民 庄子当中的渔辅也是比较闲适自在的形象 孔子是一个入世的代表 这两组对比当中的渔辅都象征着 闲散自适的人 他有着超脱世俗追求自然的象征 后来包括三国演绎的开卷师 还有西游记里面都有出现过渔乔闲话 这样子的观点 他们代表着势力使成败 向人间的一场幻梦 可见渔乔的形象在中国的文学当中 已经具备了超脱世俗 追求自然的象征意义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一篇文章里的桃花园跟外面的世界不一样 但两者可能各自有美好或者不足的地方 假如你是那一个误入桃花园的愚人 你会选择留在桃花园或者回到外面世界 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选择留在桃花园 你可能是因为桃花园的景色优美 生活自由自在没有压力 民情纯透 人跟人的关系融洽 自给自足 如果你想要回到外面的世界 可能是因为外面的世界 虽然不尽如人意 但是他透过大家的努力可以不断进步 创造出许多美好的事物 比起桃花园的社会更有活力 更热闹 最后我们回到课本题节的第一段 第三段 帮同学们统整这一刻的重点 第一点 桃花园记其实是桃花园诗前面的记 它的性质其实是诗序 第二点 这一篇文章运用了小说的笔法 以愚人的经历作为线索 展开故事的情节 第三点 它以后岁无问津者作节 留下了悠然不尽的余味 第四点 整篇文章内容是虚实交错的 它以实际存在的年代 地点跟人物 加上虚择虚构的情节 用语很平易 让这一篇文章在六朝的文章当中 别具一个 那么今天这一刻上到这里 龙腾线上学堂 我们下课 转发展楼梭 就是一个认出的 这一篇文章 就像是一璇文章 不从一拍摇 来你 在已经看到了 就像是一样 不像那种云 吗 继续